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1953年香港發生了一場大火 銷毀石結尾一帶的遼屋 造成超過五萬多名災民 政府隨即興建大量的臨時居所 被難民暫住 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是香港公屋發展的起點 而事實上 早在二十世紀初期 殖民地政府已經為公營房屋計劃 墊下基調 房屋不足的問題 早在百多年前的香港已經存在 當時貧府大眾的居住環境非常惡劣 甚至有人蓄共處一室的情況出現 不過當時的政府 並沒有任何的房屋政策 去為貧府市民提供居所 1894年之前 其實香港的所謂房屋政策 基本上就是集中以土地契約 去約束土地的使用和發展規模 從而就可以約束到人口密度 但是1994年 香港發生了全球知名的鼠疫 因為一直都認為 是華人的住屋衛生有問題 所以導致鼠疫 所以前國營政府的思維 都是認為一定要強制去管治 當時華人的房屋 所以由1894年之後 就大規模正式將建築物條例生效 從而去管治房屋的衛生健康和環境 現在看到的檔案最早有所謂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文件 就是1923年4月的一個討論 1922年那個海原大罷工 其實很多工人是回到內地 在房委會裡面討論到 在想應該有一個誘因 去吸引多些工人階級來香港 政府將一些土地 是便宜撥給自願團體 或者是承建商 讓他們建一些簡單一點的房屋 用很廉價的租金 是解決工人的對住問題 也都有一些計劃提出來 是希望幫助這個中產的家庭的 一戰結束之後 其實全球的經濟就起飛 加上就是剛剛中國的政權變天 大量有錢人 就是帶著資金和技術 就湧來香港 然後你就突然看到 就是說有多個項目 都是在1920年代初 是由私人財團寫給政府 去發展就是花園城市的特色的建築 花園城市這個構思 是來自英國規劃師賀維的花園城市概念 即是建構同時具備城市的便利 而由有郊區大自然生活的城市 現在沿著九龍塘金巴倫道兩旁 仍然有幾堂保留著花園城市特色的建築 這個計劃是由英國商人易德 在1921年落實推行 他建議在九龍塘興建250塘獨立的住宅 當時市區的人口的密度已經過高 但是人口繼續有增長的壓力 九港鐵路也通車了 九龍塘會增設一個火車站 所以政府也同意在九龍塘站隔離 提供一塊土地去發展就是花園城市的特色的建築 所以鄰近九龍塘有九龍仔的農地 配合起來真的有一個自給自足 符合了賀維所說的花園城市的構思 所以現在大家去九龍塘 為什麼九龍塘仍然保持這麼多矮層的小屋 其實這就是當時在20年代發展出來的 無論是平民或中上階層的住屋需要 早在20世紀殖民地政府 就嘗試以官商合作模式進行 很可惜的是1925年發生省港澳大罷工 加上全球經濟大蕭條 無論是花園城市的計劃 還是1923年房委會報告的建議都未能落實 30年代揮露試入香港 令政府再次重新研究房屋發展的方向 1935年的房屋委員會 它對香港房屋的長遠發展的建議 是非常具體的 你會看到就是在房屋結構那裡 可以提供給多少個家庭居住 多少個家庭應該是共用一個衛生間 公共的樓梯應該在哪裡 都有很清楚的設計 可惜當報告提出後沒多久 就發生中日戰爭 香港亦隨之淪陷 貧府市民的安居夢再次落空 直到二次大戰之後 中國陷入內戰 大量難民湧入香港 人口激增 由1945年的60萬 上升到1950年的240萬 房屋不足的問題 越趨越重 戰後 鄉政府沒有一個房屋政策 也沒有一個計劃去建造工營的房屋 因為人口不穩定 也不停增加 再來就是財政問題 同一個時間 有些自願機構 或者商業的機構 他們會提出一些方案 看到香港那麼多寮屋 不如政府拿地出來 或者政府給一些低息貸款 由他們主動去發展一些 帶有公營房屋性質的住房 其中一個自願機構 香港房屋協會 是由倫敦市長捐贈的 戰後重建基金撥款而成 現在在深水埗樂蓮花園的位置 就是房協在1952年 落成的第一條出租屋邨 常理屋邨 它也可以說 是香港第一個工營房屋 常理屋 如果我們現在看它的建築圖 其實條件很好的 它建築的時候 可能它不是為最需要供應房屋的 那班基層而建的 其實可能是有一定的收入 可能它是一個私人機構 它都會考慮收入 考慮營運 所以它定的租金都不會過低 其實在50年代初 香港居住問題很嚴峻 在街頭巷尾都搭了很多很簡陋的房 一家人就這樣睡街 另外更多的就是住在山邊 其實由1950年到1953年 其實香港都發生過很多次 沒有屋大火 有些都上萬人的 東頭村大火五一年 但是政府還沒有正視這個問題 直到1953年12月25日 石劍美一帶的寮屋發生大火 五萬多名居民家園盡毀 無處容身 政府為了解決災民的住屋問題 開始改變以前依賴自願機構 提供供應房屋的政策 政府當時要考慮的 其實最初都沒有考慮過建薩治區 沒有想過怎樣安置居民 最初要考慮不是居住問題 是膳食問題 每天兩餐這樣搞下去 政府的救濟支出是很大的 當時那個公務局局長叫鮑玲 推出了一個很簡陋的一個安置計劃 就建一些兩層的房舍 想著暫時安置一些居民 但建一下就發覺土地很浪費 所以幾個月之後 有另一個計劃就是用石屍 建一些多層的鮑子大廈 第一代鮑子大廈的標準單位 是120平方尺 規定住五個成人 兒童就當半個人計 如果一個家庭不足五人 就需要跟另一個家庭合住一個單位 所以居民會將單位再間開 成為兩間房間 環境非常擠迫 石屍尾大火可以說是引發了 政府介入公園房屋的發展 現在當然我們看回石屍尾 那種鮑子大廈的結構是相當差的 除了門口和那個扇窗之外 是沒有窗的 也都不對留 因為後面就是別人的另一個單位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衛生設施比較差的 就是有一個公共的洗手間、浴室 水源都是在整個H形的中間 那為什麼要建成這樣呢 其實不是故意這樣做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第一石屍尾那個火災 它大概有接近六萬人 為了要盡快令到這六萬人 可以有瓦遮頭 於是想到一個辦法 不如就做一個結構給它 就是有瓦遮頭的結構 裡面有基本的電 就近一些水源 可以遮風擋雨 那就可以了 於是就趕快做了一個這樣的 其實臨時的措施 也沒有打算 這一種結構的屋可以用幾一年 所以就這樣變成了一個開始 按居落葉是很多人的願望 在洗字計劃開始之後 政府在1954年 撥出了五千萬貸款 成立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 為中低收入的家庭 提供較高標準的出租房屋、連租屋 自此香港的公營房屋發展 走向兩種截然不同的道路 洗字大廈的目的就是 安置基層市民 主要是連屋區的居民 所以石結尾最早期是收10元租 現在這個是照顧到 即是基層市民的經濟能力 但是也有大量的市民 居住在那些 看來不會容易失火的 唐樓、板間房 他們住的唐樓、板間房 畢竟的條件是好過臘屋 或者他們的收入 亦都是比基層 最基層的好一點的 於是就要相應地 有一個所謂好一點的環境 於是就有連租屋 1958年1月落成的北角村 是屋宇建設委員會 第一個興建的連租屋邨 北角村其實是一個 很高水平的一個公營房屋 他請當時香港最出名的設計師 金銘是由他負責設計 除了他的設施 甚至房屋內間隔 他那個廳多大 那個房多大 是有屋房的 有水有電 室內有廁所 有露台 他甚至在村裡規劃了 是有一個社區會堂的 還有郵政局 巴士站 還有杜輪碼頭 各方面其實都是當時來說 即使比起中層的一般居民的生活 環境條件都要好的 但因為是這麼好 所以他的租金真的不會很便宜 由於租金較貴 申請人必須符合入息的下限 灑設區是不能自己申請的 廉租屋是可以給市民申請的 那就是搞豬 但其實是很艱難的 他那個中籤的比率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當時那些居民其實中了簽 有些是認為等於自己中了個小馬標 公共房屋不單止為市民提供了安居之所 同時也推動了香港的經濟發展 去到50年代 香港工業已經是變成了經濟的主要產業 為了要配合工業的發展 政府其實是把工業的發展 和公共房屋放在一起 政府配合工業發展的政策 去為工業家提供足夠的勞工 亦都是保證勞工 有一個非常安穩的生活環境 除了這樣之外 政府亦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是回收很多非法佔用的土地 是可以用來做其他的發展 所以整個五六十年代 其實正在行一個這樣的公共房屋政策 七十年代 香港工業發展紅撥 帶動整體經濟 而香港公營房屋 也隨著麥美浩著士上任港督 再踏上另一個里程庇 香港在1967年 社會比較動盪 經歷過一個大暴動 市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都很緊張 所以當時政府覺得要解決很多香港 美國深層次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政府覺得市民的居住環境惡劣 房屋短缺 是政府和市民之間的一個大的磨擦點 所以當時的港督麥美浩著士 就是提出一個十年的房屋計劃 港督麥美浩還有一個考慮 他是第一個是非殖民地部派來的港督 他是外交部派來的 他來到的時候 其實和這個中英談判是相隔十年不夠的 所以他的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要準備香港 去面對將會發生的中英談判 他要盡快在香港 去推動一些利民變民的措施 令到他將來在這個談判桌上 英國可以在香港這個地方 拿到更多的市民的支持 公共房屋一直是殖民地政府 其中一項重要的民生安撫策略 而十年建屋計劃的目的 就是為180萬居民 提供設備齊全的永久住所 新的香港房屋委員會也隨之成立 統籌公共房屋的發展 此後所有租住屋邨 都被統稱為公共屋邨 為了興建龐大數量的房屋 政府積極推動新市鎮計劃 首先揀選荃灣 然後再揀選沙田和屯門 成為第一代的新市鎮 這兩個地方 他們兩邊有山 夾了一個窄窄長長的海灣 填了海的土地全部都是灌地 全部都是隨便用 另一件事就是 沙田是近市區 就在獅子山的後面 緊貼著原有的九龍市區 它那個輔助九龍市區的角色 就很重要的 屯門就是沒有來這麼遠 在西北邊 另外一種角色就是 是不是可以將人口 去遷移到一個較遠的地方 讓他們在那裡自給自足 所以新市鎮最重大的功能 就是將市區的密集的人口 分佈到其他地方 當然另外一個考慮 就是經濟考慮 譬如以屯門為例 屯門都有一個相當大的工業區 這個工業區 在新市鎮規劃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對應 香港工業發展開始困難 就是土地不夠 於是在新市鎮的時候 他們規劃 特別在沙田和屯門這兩個地方 都剛好有一個可以利用的水道 那麼多人後來人工延長了水道 用了這條河作為一個分界 將這個工業區和非工業區 就好像是隔得比較開一些 譬如在屯門的個案 還挺花心思的 他將西面工業區和市中心之間 建了一個市中心公園 這個填海填出來 還要填高一些 令到它有個山丘 有些比較類似自然的地勢 等它後面的工業區 就不會像你在近西面的住宅區 看它好像赤裸裸有個工業區 頂住在你眼前 好像有些綠色 有些樹 又有了一個緩衝區 那個感覺上面是舒服很多 所以房屋和房屋政策 可以說從這個十年房屋計劃開始 就是和城市的發展 特別是新市鎮的發展 是拉上很密切的關係 而當它發展一個新市鎮的時候 這些是一些新的土地 一定要去規劃 所以也說新市鎮可以說 推動了城市規劃的發展 在規劃方面 因為已經需要提供各樣的設施等等 就不只是規劃居住區 也要規劃譬如道路網 各樣的設施 所以很多時候 新市鎮是由公共房屋帶動的 往往公共房屋的居民 就變成了新市鎮的開放 我覺得政府可能是 發展土地的一個策略 因為當時到處沒有什麼發展 所以土地的價格是不高的 到了公共房屋進入了新市鎮 新市鎮開始發展 開始多人了 亦都開始交通其他的基礎 設施比較完備的時候 就可以再次賣地 引入私人的房屋 自此 香港政府沿用這個 以各方面都能夠自給自足的模式 去發展第二期的新市鎮 包括大埔 澳、粉嶺、上水和元朗 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發展 對香港戰後這大半世紀的經濟發展 或者社會發展 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因為公園房屋的整個規劃設計 是有效地去集中調動大量的勞動人口 去支援香港的工業和商業 所以沒有了公園房屋 香港在過去的大半世紀的發展 是不可能這麼順利的 和尊重安全的網站